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会收到平台推送各种大山信息 但其中大部分人并没有让他产生进一步交流的兴趣 直到今年4月的一天 他收到了一条新的大山信息 应该是在4月9号的时候我看一下 那个骗子不能直接叫骗子 给他写个代号叫什么呢 那要不就叫他C好了 这个C他就是上午的时候就给我发了消息 他说上午好我叫徐震 可以认识一下吗 然后我就觉得他的打招呼的用语还挺礼貌的 嘉元他显示是什么异地求偶嘛 他显示他的那个位置是在香港这边嘛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照片呀 然后他的一些资料信息 条件什么的我觉得还可以 包括我觉得我现在要好好反思一下 我觉得我是有点太眼控了一点 就是就关注到他的这个照片 我觉得这个照片长得还可以 乍一看有点像陈冠希 我就说你是不是在香港 他说是的 那因为我现在是在上海嘛 那他说他下个月就是要回内地来发展 他们公司好像在上海有分公司 然后要来上海 这里给你提示一下 暗思在后来复盘的时候才发现 这位C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在不经意间使用了一条 杀猪盘骗局的惯常套路 在骗局中由于骗子所使用的个人信息 包括照片都是伪造的 他们往往会声称自己和受害人身在异地 无法见面 但与此同时他又会告诉对方 不久之后自己就会因为搬家 或者是工作调动的原因 前往受害者所在的城市 这样一来在情感骗局之中 受害者会误以为自己很快 就会和这位网恋对象奔现 这样一来感情进程也会更快一些 就跟他稍微聊了一下 就说做什么工作 平时有一些哪些兴趣爱好之类的 然后我说我平时就非常喜欢听音乐 他跟我说他比较喜欢的 就是很主流的 比如说那个陈一讯 他就找了这个点切入 顺着这个兴趣爱好又往下聊了聊 然后稍微再延伸了一点 之后他就说 那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吧 那我就直接问我说 那你有没有微信 他说那个 那我加你QQ吧 这里我当时就是有一点奇怪 我想现在我们大多数情况下 好像联系基本上都是微信为主 但是我好像这个存疑存了一点 也没有太深 因为我本来也是有QQ号的 我们交换了一下QQ 然后在QQ上就开始联系 开始聊天这样子 按时后来才发现 自己之所以用QQ和他联系 而不是微信 有着非常实际的原因 在微信平台上 一旦某位用户收到了多次举报 当你试图添加他为好友的时候 系统会发来 此用户涉及违规行为 请谨慎联络的提示信息 按照S的猜测 这位C的微信账号 可能已经被好几位之前的 受害者举报过了 因此他才会使用一个 干净的QQ账号 降低暴露的风险 进入聊天模式之后呢 他会给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他是在香港某某公司工作 那个名字就说得特别细 叫什么 香港联合服务有限公司 然后我还特地上网上 去搜索了一下这个公司 果然是有这个公司的官网 这个公司是从事那种数据的这些方面的东西 然后他在上海分公司的地址 他说是在黄浦区这个位置 我说你住在哪一块 那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回答不就是说 那我可能住在中环啊 或者我住在那个尖沙嘴啊 但是他很奇怪 他就说我是住在香港某某某商业楼 把这个坐标标得这么细 我就觉得很奇怪 在S看来 从这个细节当中可以看出 C的手中是有一份详尽的剧本的 在杀猪盘的团伙中 除了像C这样负责出来迷惑受害人的演员 也就是所谓的狗推以外 他的其他同伙需要帮他设计剧本 他在行片过程中的所有言行 都必须限定在人设当中 如今回头来看 C在这个片局里的人设很清晰 甚至可以说是很有魅力 在剧本中他就是一个年轻有为的香港IT高管 他说他来香港四年了 他刚来香港的时候 就是大家把什么活都丢给他 然后他觉得什么反正也没事 多做一点也没关系 然后后面慢慢慢慢的什么 老板什么的 好像就是也比较开始慢慢的重用他了 后面我们那个副总他推荐我去做主管 不过同时也失去了我和我妈妈 视频电话的机会 然后我说你们公司管控这么严吗 我说你们是不是手机都不能用 他说手机能用 但是只能用公司配置的手机 他们给我们这些高管配置的 植入了代码 摄像头是黑的 就是我看得到我妈 但是我妈看不到我 所以我就想回内地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 狗推一般都会编造借口 避免和受害人视频聊天 C所使用的就是一种很常规的借口 在过往的社会新闻中 有的狗推会在这个环节 编造更为离奇的借口 比方说他们会谎称自己的前女友 是在和他视频聊天的时候 遭遇车祸去世的 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 在骗术中 这种看似愚蠢的借口 也算是一种过滤极致 对骗子来说 如果受害者连这样 蹩脚的借口都信 那么他们交出钱财的几率 也就更大了 第一天的印象 我觉得好像跟这个人 还蛮聊得来的 感觉上对方好像对你 也是蛮有兴趣的 这个第二天 因为我前一天 我是主动说 我要先睡觉了嘛 然后他就跟你说了一个晚安 然后第二天 他主动来找我说 他好像这个还蛮上心的 还挺主动的 说到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 就从第二天开始啊 他基本上每天九点到九点半 特别的准时 他都会主动的 给你发过来早安 差不多两点到两点半左右 这个时间段 他又会跟你说一下 他那个刚刚午睡 睡醒了 然后再来跟你问一个好 晚上开始会跟你聊的 逐渐的多一点 然后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不主动说 你要先睡觉 他如果主动提出 跟你说到晚安的话 差不多是到十 十二点左右 这个时间 C刚刚所展示的 就是杀猪盘 在初始阶段 所使用的技巧之一 也就是打卡式聊天 这种方式能够帮助 他们悄无声息地 进入受害人的生活 从而建立起信任和好感 而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们所遵循的第二个技巧 就是迎合对方的一切想法和爱好 比方说 就像最开始所说的 当艾斯说自己喜欢音乐的时候 哪怕C对音乐知之甚少 他也要强行给自己 披上一层陈一讯歌迷的人设 而艾斯在对话中表达出 自己的某些价值观的时候 C也会立即附和 长此以往 受害者就会产生一种错觉 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 真正懂得自己的灵魂伴侣 通过他这些对话呢 就会让我觉得说 哎 我怎么找到了一个 跟我这个价值观 还蛮接近的人 这个好像还挺不容易的 我自己有一点不可思议 因为我在跟他 那个对话的时候 我也提到的 我说 哎呀 我现在特别担心一件事 我说你不会是 骗财又骗色的骗子吧 我说 哪有人可以和我这个 怪人聊得那么好 然后他说 是你把自己 也隐藏得太好了 你不怪 你只是不愿意 把时间浪费在 自己不感兴趣的人和事上面 然后他又这样子 打消我的疑虑 你知道吗 在建立了 基本的信任和好感之后 狗推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跟受害者 建立更深的亲密感 让受害者 对自己的情感 在短时间之内 超越普通网友的关系 通常来说 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方法 就是分享自己的伤心往事 他在先问我们 他说你的情感经历怎么样 然后我就那个 简单跟他说了一下 那我说 那你的这个情感经历怎么样 过了一会儿 他就给我发了一大段 他的这个情感经历 他说 我的情感经历很简单呀 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是初恋 就是只是单纯的喜欢吧 后面他喜欢上了别人 刚步入社会的时候 工作上遇到了第二个女朋友 也是目前最后一个 当时就是觉得特别心动 我开始刻意的接近他 慢慢的他也喜欢上了我 我们就在一块 一待就是五年吧 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可是因为家里人的不同意 我也没有太好的经济条件 虽然他很想和我在一块 但是因为那件事情后 我们之间就有了裂痕 最后他向我提了分手 分手的那天 我很伤心很难过 就感觉心里缺了快什么 就这样每天魂不守舍的工作 也不认真 直到有一天 我同事和我说 其实分手对我们两个 都是最好的结果 因为干我们这横的 没有稳定下来 只会耽误他人 就这样 我慢慢的开始努力起来 我也拒绝了很多异性 因为我知道我还不够稳定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像是他的这个情感经历 我看了一下 他就是打这段文字的时候 中间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 只有这个空格件 刚看到第一眼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奇怪 正常情况下 如果我问其他人的 这个情感经历 人家好像也不会说 发这么大一长串的 这个文字 给我交代的这么清楚 还有他的这个 内心的这种表现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潜意识里面 当时好像已经对他 可能产生有一种好感了吧 对他不利的那一些可疑的点 我就自动屏蔽掉了 所以这段文字看完之后 我就感觉他感情经历 比较单纯 比较简单 比较专一的 比较有上进心 好感度可能会更加上升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 可能也会触发我的 这种同情机制 当狗推和受害者 建立了足够的信任之后 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摸清受害者 有多少钱可以骗 因为在聊天的 前五天的时候的话 我是 其实是完全没有防备的 很傻地把我自己的 那个个人信息 也透露了一点给他 包括可能我的这个工作呀 怎么样 我说我是那个老师嘛 然后他说你 那你正式上课的话 什么你一天会有几节课 你听一下 那你正式上课的时候 你一天有几节课 就在学校的时候 然后包括在后面 我发现就是说 有好几次 看似是那种毫不经意的 旁敲色测击的 就是问了 那你平时会不会有什么外快 然后我就说 这个是没有的 然后他后面又接着问 他说 那你这个 寒假暑假 有没有补习班之类的 我说没有 补习是有风险的 万一举报什么的 是要被开除掉的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就岔开话题了 就没有再往下问下去了 在打探S的收入过程当中 C开始越来越刻意地 提及外快这个概念 S估计 一旦自己开始 顺着这个话题 和对方聊起 怎么才能赚外快的时候 骗局的收网工作 就正式开始了 但在此之前 狗推为了确保障碍者 已经对自己产生了 足够的信任 往往会提出 要明确双方的情侣关系 一般来说 他们会在认识的第一周 就发出告白 让感情迅速升温 我记得是在第五天的时候 他主动提出来的 我先是跟他聊到 我说那个 爸妈 我说又在逼我相亲了 之类的这个话题 那他说 那你还是要那个的吧 我说还是虽然这样的 但是还是要相信爱情的吧 毕竟我的自我调适能力 还是很强的 然后后面我说 那个 我说我自己啦 其实是说知心姐姐上线 然后他说 我可不是姐姐 我也不想做姐姐 然后我就 我就说 那你想做什么呀 他说敷衍我 我说 那不就是想做 我的这个幽乐美吗 放在手心里的挚爱 就是又一次的 这个主动发起进攻 我说 你这么笃定的吗 不后悔吗 我说毕竟我们都没有见过面 然后他就说 我要的不是瞬间绽放的烟火 而是伴在窗前的灯火 这一段台词说好 然后我稍微后面 我们又插颗打换打了一下之后 他就直接说 那你愿意去做 我窗前的这一个灯火吗 我说这进展也太快了吧 我说三倍速都不再这样的 那我等你当面给我说 这是对你诚意的考验 这个时候 他就发了一段语音 类似于这种表白的语音 因为我觉得 就是有些东西 他如果 以朋友的身份去相处的话 可能 就不能 神经都能了解吧 虽然说 我们没有打过状态 但是 我们可以试试交往 然后 在 网络上相处着 肯定会碰到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出现以后 如果 都克服了的话 那我们见面在 交往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 更简单一点呢 对 他说这段 台词的时候 是晚上的 十点零六分 当时我就是 就是一直在跟他聊天 也没有做别的事情 然后后面的话 差不多到 十点 十点半的时候吧 说到什么话题了 我说你 那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然后他就 发了三段语音 第一 我喜欢你的声音 第二 我觉得我跟你聊得来 第三 你的想法 跟我的想法 类似 然后第二段语音 还有 喜欢一个人 他不可能因为 他某一样东西去喜欢他 他要喜欢 肯定是喜欢他 整个人 懂了吧 那我刚才提的那三点 他都是妻子 最重要的是 喜欢你这个人 然后是他的 第三段语音 其实你自己可能 感觉不到你自己的声音 你知道吗 你的声音就是给我那种 像初中听 初中女同学 这么长话的声音 特别像 对 这三段语音放完之后 然后那我就说 那我再提醒你一个事实 就是你不要把你想象中的 我跟现实中的 我等同起来 当然他用来了这个语音 那同样的话 我就送给你 其实我今天跟你聊天 相当于是 释放了 即使你是两个人 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从目前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你应该也表现出了 你另外一面的样子 但是我也接受了 对不对 当你说出结婚 只是锦上添花的时候 我都接受了 还有比这个冤极要怕的吗 我想想不到 当时嘛 那个被蒙在鼓里的 我觉得听着好像还蛮受用的 觉得真的说 是不是遇到了 这个我的这个 合适的这个 真命天子之类的 另一方面呢 我又觉得这一切 是不是好像感觉 来得过于快了 是不是太不真实了一点 抱着这个疑虑 我就去问了我的好朋友嘛 好朋友就跟我出张嘛 他说 那你可以再去深入的了解一下 他具体的这一些 身份信息的东西 你可以再去确认一下嘛 包括这个 他自己跟我说 他名字叫这个徐正嘛 然后他说 他是在杭州的什么科技 什么信息大学里面的 然后这个我好朋友就网上嘛 他帮我搜 他说这个徐正什么某某大学 然后打上去 他说这个搜不到嘛 我好朋友 他有跟他老公 说了一下这个事情嘛 然后他老公 他说 我是不是遇上骗子了 跟那个之前 他们看到过的那种骗局很像 我好朋友就把那个 杀猪盘的骗局的一些 资料信息发给我了 然后我看了一下 之后 我就当时就特别震惊 前五天的这个经历 我就觉得 从一个旁观的角度看 好怎么这么傻 我为什么连这个都相信了 冷静下来之后 艾斯决定暂时不要拆穿这个骗子 他打算继续和对方周旋下去 想看看他后面的行为 符不符合杀猪盘的套路 果然五天之后 C的下一步行动开始了 他有一天晚上聊天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提到说 他表哥来了 他要去找一下他表哥出去一下 我知道他肯定说 播出他表哥这个人物的话 肯定有后面他的某个目的 那我就顺着他的话 我就说 那我说你表哥是特别来香港 看你的吗 他说不是的 他表哥是澳门的 娶了澳门的老婆 他算是少奋斗20年吧 他老丈人在澳门有个娱乐城 占了10%的股份 我以为这次他来找我是找我玩的 其实他是帮我做优化数据盘口的 没办法 刚来香港的时候 他帮了我很多呢 看来这段时间我要熬夜了 他说了这么一件事情 我在想这件事情就是 如果后面他如果是要骗钱 是不是就跟他这个事情有关 就是可能是 因为他表哥的这层关系 所以他可能知道一些 澳门这个赌场的这些内幕 然后让我去投钱 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认识第10天的事情 第10天正好是礼拜天 他的人设里面 礼拜天他是休息的 三点左右的时候 他给我发的一个消息 就说开始了忙了 然后我就问了 我说你是在帮你表哥干活吗 他说是的 今天不工作有时间 不然明天上班了 又要腾出自己时间来熬夜 然后的话 他就是发了一张 好像他在做这个IT数据 维护的这一个截图给我 截图的界面里面 又夹杂着 他跟我的QQ聊天的界面 界面上面呢 他的这个用的搜狗皮肤 是陈一逊 是陈一逊 Ethan的皮肤 他给我的名称里面 就写着宝贝 其实我已经看出了 中间是有问题的 背景这个地方 就是数据维护的这个图 他是用的是Mac系统 Q的这个截图 又是Windows系统的 这个不是很明显的 一个bug吗 我还特地去问了我一个 那个IT的工作的这个朋友 我说这张图 是不是那个关于数据维护的 因为他也是做这方面的 他说这张的确 后面那张背景 的确是数据维护的 但是他说 你可以去百度图片搜索一下 然后我就去百度搜图搜了一下 搜到了一模一样的这张图 然后后面还有就是说 他说我当时看到这张图 我会很奇怪 因为他说如果是专业 从事这个IT工作的这个人员的话 他们在发送图片的时候 会进行一个脱敏处理 西密的这种数据之类的 他会做一个达马赛克 这些方面的处理 但是这个骗子 他就是完全没有进行 任何的这个数据的加码处理 这个也是我发现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bug 聊天的时候 他之前因为说过说 手机里面这个好像是不能 传送这个实时的图片的 因为什么公司手机设定 这个时候呢 他有一天晚上 他就发我了一张 他的这个全身照 在他可能什么酒店房间的 这种全身照 那其实这个时候 我其实已经知道说 这不是跟他前面自己设定的 这种模式 好像是有一点违背的嘛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这张照片 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然后他说 他是一年前拍的 那我想你这个 这个手机上的照片 又是怎么传给我的 但是我还是一样的 就是装作说是那个 还是一如既往的 非常的信任他 就是还是有一点 严控的这一种感觉嘛 我说那你现在 是不是发福了 发福了的话 我会嫌弃你的之类的 去接着把这个戏 往下演一演这样 随着聊天一步一步的推进 S越来越无法忍受 和C周旋的过程 因为他的情话 简直一天比一天肉麻 在杀猪盘的套路中 这种情话升级的策略 十分普遍 按照他们事先设计好的剧本 狗推会慢慢地加大 情话的肉麻程度 围造出一种陷入热恋的感觉 在杀猪盘当中 这一系列的情感公式 被称为未饲料 为了两三个礼拜之后 狗推就会以一起投资 或者帮忙赚外快的名义 让受害人 往他提供的 某个海外投资平台转账 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杀猪 但是还没等到 C开始杀猪 S的一些反常举动 就让对方有了警觉 到第十三天的时候 下午两点四十一分的时候 他照例就是说 像我这一个打卡宴的聊天 他说醒来赚钱了 我就说 以前我们这个公司的老总 一米八七的这个大高个 长得还挺帅的 我说人家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我说这种都实现 财富自由的人了 还这么勤奋 你再看看你啊 睡个觉还要向我来炫耀 然后我之前就是看到过 不是很多这种 PUA的这种 那个什么 一步一步的要去控制 对方的这一种 那个话语之类的 我在想 我也不能就是让他 去一步一步的 去这个控制我吧 我就直接用这种 反PUA的这一种 打压的这一种话语嘛 去回击他嘛 然后我说完这句话 然后最最后这个 这个C他又说了一句 他说 我只是这么说了一句而已 你自己把它扩大了去 想 而且我有每天和你说什么吗 醒来给你的一句问候而已 你把我想成什么了 然后我发出下面一句话的时候 他说发送失败 请先添加对方为好友 他直接自己先主动 把我给删除掉了 我想这个 好像他这个小哥哥 还是有一点玻璃心 怎么都没开始让我去 什么投资博彩之类 就自己就主动地 把我给删掉了呢 在被删除了好友之后 艾斯在世纪家园和QQ 两个平台上 对C的账号做了举报 他发现在世纪家园上 C的账号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 显然在这个平台上 被C当成目标并最终识破骗局的 并不只有S一个 事实上在杀猪盘的团伙当中 他们往往会撒网式地寻找目标 遇到警惕性较高的受害者时 狗推就会立即收手 而一旦对方上当 狗推就会想方设法 榨干每一滴钱财 在警方侦破的过往案例中 很多受害者往往投入了 数十万的钱财 发现无法提前之后 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 而这时候聊天见面后的那位恋人 早已经销声匿迹了 艾斯说 他很庆幸自己早早识破的骗局 但这一事件给他带来了 更大层面的伤害 他发现自己丧失了 对陌生人的信任 他无法接受 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人 利用女性在情感关系中 所付出的信任 去骗取钱财 更无法接受 这种做法 已经被不断地复制 不断操练 并不断地杀猪成功 这令艾斯感到无奈 以及深深的恐惧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 我是主白哲 本期节目由梁柯制作 声音设计彭涵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